我是上一期的法官 然后我就先给大家念一下规则 然后我再交接给新任的法官去开始游戏 好的 首先我们是十一人 这一次是图编 图编的意思就是 好人为平民和神职 一共有三个平民和四个神 好人一定要投出所有的狼才能赢 狼人击杀掉所有的平民三位平民 或者所有的神四个神 那狼人就获胜了 狼人每晚可以 你们可以商量 袭击一个人 白天如果聊着聊着 你觉得实在憋不下去的 你可以选择自爆 说我是狼 你自爆了以后 你就直接进入天黑 大家就不要继续聊了 我从来没遇到过自爆这种事情 也不知道今天会发生 高端局会自爆的 你自爆一个吧 我低端 一共有四个神 四个神里面有预言家 女巫 猎人和守卫 预言家每晚可以宴一个人 他会告诉你好人是这个 好人是这个 女巫呢 你有一瓶解药和一瓶毒药 你一个晚上不能同时用两瓶药 猎人是什么身份呢 猎人被狼人杀害了 或白天你被投出局了的话 你可以开枪 带走一名玩家 白天投出后可以发表预言 晚上出局的人就没有预言了 OK吗 OK 重点是西法官是黄灵灵灵灵灵灵灵 相信灵灵 今天这场肯定会非常的经典 你OK吗 法官 我肯定是不OK的 因为灵灵的 她的记忆有点 有点短 不是有点是很短 你给大家起个外号 你们就这么不信任她吗 不是不信任 都录了这么多期了 正是因为彼此了解 对啊 好 现在请法官助理发号码 法官助理 我突然上 我上岗了 请所有玩家抽取人物卡牌 确认自己的身份 谢谢美丽的法官助理宁宁 请大家不要焦头结尔 要是法官 太靠谱了 确认身份后 注意不要被其他人看到 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哦 谢谢 还有 还有 天黑请闭眼 守卫请春眼 请用手势指定一位 你想守护的玩家 好 你闭眼 狼人请睁眼 请大家确认彼此的身份 现在请狼人确认你们要攻击的事 用手势笔出玩家序号 好的 在狼人 这么快乐吗 狼人不要 不要再那个 我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再次 所有狼人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用手势指定一名 你想要查验的玩家 好 她的身份是 预言家请闭眼 女巫睁眼 昨天晚上被刀了 你要不要救她 女巫已经做错选择 女巫可以闭眼了 每一个晚上都要问她 那两瓶毒药的 每天都问是吧 对 你要每天都问这两瓶 好 女巫你再把眼睛睁开 女巫你再把眼睛睁开 女巫 你这样玩女巫吗 大家是在闭着眼聊天吧 对 大家正闭着眼聊天 怎么你们聊上了 耳朵和嘴还是张开的 女巫 女巫你 你有一瓶解药和一个毒药 你要救她吗 那你要不要毒她 好 恋人请睁眼 你就只需要这一轮 问问她就好了 她什么也不用干 你让她闭眼 就让她 不知道她是谁 记一下她是谁就行 对 等一下 我要睁开眼睛了 我眼睛 不行了 天亮景睁眼 明亮 我给你站住了 这么看 我感觉我那个睫毛膏都要粘着 太早了 这是我睡过最长的一个夜晚 哇